大家好,这是好战友牌第7代7350附魔机 首先,把套魔管左端推进左边小孔,右端进入右边小孔 预涂魔穿过下面的抚平滚,用后纸顶住魔头,对准两滚之间,按进魔键 后纸快吞没时,按停止键 再把静止台推进机器,锁紧固定螺丝,防止静止台滑动 然后把下面的套魔管左端推进左边小孔,右端进入右边小孔 预涂魔穿过上面的抚平滚,用后纸顶住魔头,两滚之间,按进魔键 后纸快吞没时,按停止键,预涂魔安装完成 让我们熟悉一下机器中央控制系统 这是电源开关,按开机键 红色指示灯亮 这是覆膜开关 静膜 退膜 停止功能 一键覆膜,非常方便 这是旋钮式温度调节器 调节速度快 旁边是温度数字,一目了然 机器启动前,只在冷却位置,绿灯亮,机器不加热 起步预热时把温度调到80度,绿灯灭 机器开始加热 冷机加热一般需要三分钟以上 当温度达到80度时,绿灯亮,机器进入带温状态,可以覆膜 只有一两张覆膜,一般80到100度就行了 现在是批量覆膜,温度要140到160度之间,悬过去,很简单 此时,不必再等绿灯亮,可以边加热边覆膜 把纸张放到进纸台,对转两滚之间 按进膜键,纸张缓缓进入覆膜机 第一张纸快吞没时,再续第二张,连续不断地续制 纸张剩下最后三到四张时 提前把温度调回80度 停止加热,靠余温继续覆膜 覆膜结束前,再进一张后纸 后纸隔离上下滚,防止持续余温融化预涂膜 按停止键,把温度调到冷却位置 不再加热,进入自然冷却状态 不好膜的纸张从后面流出 没有皱褶,亮膜光泽度非常好 用刀把纸张割下来 机器小巧随意安放,不占地方 把桌面腾出来,切割纸张 刀片顺着纸边轻轻易滑,轻松割去纸边多余的膜 看,最难覆膜的菜喷纸也能把纸面颜色带下来 覆膜粘性很好 把纸张折叠压痕,不会脱胶 搓一搓,还是没有脱胶 谢谢大家